來講我會把DEMO一下 第一步就是你要傳遞參數 那傳遞參數我前面講過就是 這邊按右鍵 內容一下 內容之後的話這邊新建一個配置 然後裡面的話傳一個 argument 傳這樣的 字串進來 那這個讀進來的那個argument是一個 一維的陣列 所以是13579是中文 2468246是 英文的對不對 那讀進來之後的話 哎 還沒切吧 好所以我就在這邊配置一下 然後呢配置之後的話 我們按確定 那我的程式 就會有參數 那這個地方我就做了幾個 修改就是 如果title total total是什麼 total是arg的長度 如果有東西的話 那 不等於0 而且part part是 part是什麼呢 除以2是意思就是說 總長度除以2 因為有中文有英文嘛 所以我把一個part 就是兩個資料當成一筆 所以part的話是幾筆的意思 然後呢 如果裡面有資料 而且他不等於1的話 不等於0的話 那我就開始計算時間 另外跑回圈 那 這個地方的話也是讀進來 不過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必須把i除以2 那不進的話是2 為什麼 因為我是 135對不對 所以 諸葛 所以